她是所有台湾男人的梦中情人,年过六旬却遭老公背叛。照片曝光不堪入目。内幕竟是。 提到林青霞,可谓是多少台湾男人的梦中女生,谁知年过六旬却遭老公背叛,如今内幕流出,令人心酸。 林青霞从出道至今是不少人心目中的梦中情人,和富商行李员结婚后,林青霞的婚姻却贫现危机。 先是林青霞老公小三照片大曝光,震惊了整个娱乐圈。 后有网友爆料林青霞惨遭老公行李员抛弃,在2010年就已经离婚了。 这一切是真是假。 深巴林青霞惨遭老公抛弃内幕,结果竟然是。 现。 年61岁的林青霞近日被媒体抓拍到逛商场挑衣服的照片,据悉原来是林青霞29岁的妓女嘉倩生下了一个小外孙。 。 林青霞此番逛街,是想挑选一些红色喜庆的衣服,去喝外孙的满月酒。 媒体曝光的照片显示,林青霞肤白貌美,丝毫不像是个60岁的妇人。 。 有记者上前采访林青霞,她十分礼貌,对记者笑容亲切,开心地聊完后林。 青霞又继续和闺蜜逛起了街。 小编了解,林青霞曾是很多人心目中梦寐以求的女神,1994年林青霞与香港富商行李员结婚让不少人心碎。 。 婚后林青霞为行李员生育了两个女儿,和行李员前妻的女儿行家倩关系也相处得很棒,一家人看起来其乐融融,非常幸福。 。 然而近几年林青霞却频频被传出离婚的消息,甚至有人爆料林青霞老公在外包养了小三,并且,林青霞惨遭老公抛弃,和老公行李员早在2010年就已经离婚了。 。 这个传闻很快就在外引发了争议。 某知情人士甚至爆出了林青霞老公小三照片,还说林青霞老公的小三是一位上海女孩。 。 难道曾经燕关群芳的女神也敌不过小三吗?大家都知道林青霞是老公行李员的第二任老婆,行李员的第一任老婆名为李天爱,是当时香港十分著名的设计师。 。 1987年行李员和李天爱结婚了,婚后生下了女儿。 佳倩,1990年二人离婚了。 1994年行李员迎娶了林青霞,婚后两年林青霞生下长女型爱琳,2001年生下次女型阎爱。 。 有人爆料说林青霞之所以惨遭行李员抛弃的原因就在于,林青霞未曾给她生育一个儿子,而且上海小三已经为行李员生下了一个儿子。 。 这种香火的行李员自然是想要儿子继承家业,只是无奈林青霞冒住高龄产子的危险,却还是连续生下了两个女儿。 。 虽然关于林青霞和老公行李员离婚及老公,包小三的传闻断断续续一直在网上流传著,林青霞本人对此均无误回应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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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编在这里想说,关注林青霞的生活固然是好,但是有些失真的传闻还是不要相信的比较好,最后祝我们的女神林青霞青春永驻。 。